四年级时,老师有听跟我们说 偶数和正整数各数一样多 真的吗?我心想 哦对,两个都是无限多个,所以一样多 但偶数只是正整数的一部分 而基数就是剩下的部分 所以正整数应该要比偶数还多,对吧? 要了解老师那段话 我们需知道两个集合一样大是什么意思 当我说左手的手指和右手的手指一样多时 这意味着什么? 当然两只手都是五根手指 但是可以更简单一些 我不用去算 我只要知道我能够将它们一对一对应起来 事实上,我们认为古代那些语言里 数字指导三的人们就是用这个计量 如果你把羊放出去吃草 你随时知道有几只羊出去 只要每只羊出去时拿出一颗石子 羊回来时再把石子放回来就好 这样你就不会乱 尽管你没有真去数羊 另一个一对一的例子比技术更单纯 如果在一个拥挤的礼堂里 每个位子都有人坐 而且没人站着 这样就知道人数跟椅子数一样多 虽然说我并不知道这两者的数量 所以我们说两个集合一样大时 真正的意思就是 它们的元素可以一对一对应 所以我的老师将正整数写成一列 并将数字的两倍写在下面 你可以看到底部那列包含了所有的偶数 这样就有一对一的对应 即偶数和正整数一样多 但依旧困扰着我们的是 偶数只是正整数的一部分这件事实 不过这样能让你相信 我左右手手指数目不同吗 当然不能 就算有的方法配对失败也没关系 因为这并没说服我们什么 如果你可以找到一种方法 让两边元素配对 那我们就说这两个集合个数一样 你能将分数像正整数那样列出来吗 有点难 分数有很多 而且不太明显哪个要放前面 或是怎样串起它们 不过有一个办法 我们可以把所有分数依序串起来 这是19世纪末数学家康托尔的贡献 首先我们把分数上下左右对好 全部的分数都在这 比如说你可以找到117243 它在第117列第243号 现在我们要把它们串起来 从左上开始 然后斜对角地串下来串上去 其中像22这类之前已经算过的分数就跳过去 因此我们就把分数串成一串了 这意思是分数和正整数有1对1的对应 虽然我们直觉是分数比较多个 好 这就是有趣之处了 你也许知道 用分数没办法表示所有实数 也就是那些数线上的数 如根号2还有圆周绿派 这类数字叫无理数 不只因为它们难懂 而且因为分数包含了所有整数的比率 所以叫做可比的 而圣的就叫不可比的 即无理的 无理数可以用无穷小数表示 而且个位数没有规律 那么 我们可以将正整数和所有无理 有理的小数一对一对应吗 也就是 我们可以将所有小数串起来吗 康托尔证明了这行不通 不只想不到办法 而且真的没办法 如果你声称你把小数串好了 我要告诉你这是不可能的 因为我要找一个你纳串里面没有的小数 我要在小数点后一个一个位数决定 我要用你纳串的第一个数字的第一位数 来决定我的第一位数 如果它是1 我的就是2 否则我的就是1 再用你的第二个数字的第二位数 来决定我的第二位数 同理 如果你的是1 我的就是2 否则我的就是1 看出怎么算下去了吗 我找到的这个小数 不可能在你纳串里 为什么 比如它和你的第143个数会一样吗 不可能 因为第143位数里 你的和我的不一样 这是我特别挑的 你没串成功 没有串到所有小数 而不论你怎么串 我都可以按上数办法 找到一个你纳串里没出现的小数 所以我们得出令人讶异的结论 所有小数没办法串成一串 它的无限大比正整数的无限大还大 尽管你只熟悉几个无理数 像根号2和圆周绿π 无理数的无限大实际上 比分数的无限大还要大 有人曾这样比喻 有理数或者说分数 就像天空的星星 而无理数就像是无尽的黑暗 康托尔同时也证明 任何无穷大的集合 只要把它的所有子集都搜集起来 新的集合的无限大就比原本的还大 即只要你有一种无限大 那你就可以用它的所有子集 来做出比它更无限大的集合 接着再用这集合做出更加无限大的集合 不断做下去 所以无限大之间也是有分不同的大小 你觉得这令人不适并不奇怪 一些康托尔那年代的伟大数学家 也对该观念非常反感 他们试着把无限的观念抽离 让数学可以没有无限也能运作 康托尔甚至受到人身攻击 严重到让他饱受忧郁之苦 并且在精神疗远度过后半余生 不过他的想法最终得到肯定 今天该观念被认为是基础并重要的 所有数学研究者都接受该观念 每个数学系也都在教 而我刚刚已经花了几分钟来解释 也许有一天这会变成常识 还有一点 我们刚刚指出小数 也就是实数 比正整数的无限大还多 康托尔思考这两个无限大 是否有其他体量的无限大 我们不这样认为 但没办法证明 康托尔的猜想变成有名的连续体假说 1900年 大数学家希尔伯特 把连续体假说 列为数学里最重要的未解问题 该问题在20世纪找出一种解法 但结果超乎预期 让人大低眼镜 1920年代 哥德尔证明了 你不可能证明连续体假说是错的 截至在1960年代 康托尔证明了 你不可能证明连续体假说是对的 所有这些结果告诉你 数学里也有一些无法回答的问题 这很令人震惊 数学被公认为人类逻辑的结晶 但现在我们知道 就算是数学也有它的极限 而且数学里有一些值得我们思考 而且令人着迷的道理 人人都思考过无穷这个概念 而时间呢 时间是否真实存在 观看这个视频一探究竟 敬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探索人类认知的极限